箱行車塞滿物資 奶粉 乾糧 還有泡麵 一大早6點多 就等在龜山零食指揮所外 準備送上屋來 給困了5天的家人 尿布 牛奶 小孩 小朋友的 對 順便帶一點物資 給我們隔壁入去 好不容易等到路通了 物資可以順利運補 災區還有老婦人 等不及通車下山 直接在路旁揭起山泉水 趕緊將泡泥5天的衣服 洗乾淨 災後第5天 被洪水掏空陸基中斷的 新烏路終於搶通了 快乾水泥加上鐵板 加固陸基 從龜山指揮所 到10點4K的區公所 在12號早上9點 開放校車通行 在9公里處那個地方 因為有些要潑水泥的鋪面 基本上希望能夠在9點之前 能夠搶通 那就可以讓車子可以經過了 但太重的車不行 連外道路搶通之後 烏來終於不再是孤島 小車能夠從龜山指揮所 一路開到老街 民眾不用再徒步進出 補給物資 能靠小車通行 災民能下山 重機具也能趕緊運上山 搜救人員可以加快救援進度 所以今天的一個重點應該就是 烏來那一邊的一個環境清潔 跟消毒的一些工作 道路搶通跟時間賽跑 就怕再來一場大雨 會讓災情雪上加霜 消防局國軍弟兄 民間單位總動員 進駐烏來分工合作 被土石流毀了的烏來老街 先把泥巴沖掉再進行消毒 消防局則是負責將物資 送到信賢裡跟浮山裡 至於仍然失蹤的四個人 消防單位也在下游處 持續搜尋 軍警銷全力動員 協助重災區烏來 家園重建 記者綜合報導 讓我們要在此一場用力道 需要更高 為了一場用力道 開除 在這場用力道